5月25號 5月25號 差不多是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5月25號 蔡英文說 疫苗6月200萬劑 蔡英文講到 8月底目標1000萬劑 當時他這麼說 陳時中 陳時中5月25號同一天 他也說 6月底200萬劑疫苗 將到貨 他5月25號就告訴你 會有200萬劑疫苗在6月 所以當時我說了 你當時根本還不知道 日本給多少 你也不曉得美國給多少 對吧 所以你一直會以為 這200萬劑 可能是COVAX來的 可能是我們自己買的AZ 可能是我們自己買的莫德納 湊一湊 200萬 當時大家都在猜 應該是莫德納 你去看新聞 當時一堆媒體在猜 應該是莫德納 一堆媒體人預測 6月200萬就是莫德納 然後 來 5月25號對不對 你看看 6月1號陳時中 你看這個人 他多會騙人 來你看他講什麼 6月1號針對 6月底要來這200萬劑 陳時中說 疫苗配送進度 絕非我能決定 只能確定 恰夠到的 2000萬劑疫苗 都有相關分配期程 6月底之前 預計會收到200萬劑疫苗 聽到沒有 他在6月1號告訴你說 這200萬劑疫苗哪來的 是恰夠到的 2000萬劑裡面的其中200萬 他6月1號這麼講喔 他6月1號跟你說 6月到的200萬 是我們買的200萬劑 2000萬劑裡面的 200萬 6月中這麼講 然後今天他說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這些疫苗 就是 日本跟美國送我們的疫苗 陳時中你在說謊耶 你當著全國人民的面前說謊耶 你6月1號告訴我 6月的200萬劑疫苗 是我們買的 2000萬劑裡面的200萬劑 你今天說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美國跟日本送的 200萬劑 拍謝 這些事情 我很閒 我每天都在找 你就被我找出來 你從頭到尾 都在說謊 這個部分我們先請 我們先歡迎玉民姐 不過待會兒 我們這個龍介線線上等 我們先請玉民姐 聽說講完就先休息 再請玉民姐 好不好 來 聽說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原本被我抓到 抓到了啦 這個團隊啊 一路來 都在賭運期 可是剛剛輝文兄講說 我們不要跟他賭 我們沒有權利 是他們在賭 但是拿我們台灣人的人命當賭注 假如5月17日 國台辦說要送你也好 讓你挑 如果 我們講謝謝 我跟你講 那現在已經打完了 不會現在到後 已經打完了 對 所以你要了解說 美國 東美之間在對抗 美國為了對抗 大陸 那 蔡英文她選擇跟美國穿同一條褲子 所以今天 再感謝日本的過程 各位要理解一下 哎呀我們很感謝 日本人說要報恩 好 那311我們接了60幾億 剩下93個國家加起來 接的沒有我們多了 對 可是 NHK前幾天就報了 就是說日本是給越南200萬劑 對 越南當年有沒有捐款 沒有 那越南 不但311沒有捐款 他也沒有跟安倍晉三的弟弟熟識 為什麼 我們在判關係 結果越南拿到了比我們還多 而且越南的施打疫苗覆蓋率 比我們還高哦 你要瞭解這個美國就是說 美國跟日本 你以為沒有美國點頭 日本會這樣來嗎 這是戰略問題 給韓國疫苗也是戰略 對大陸的戰略 然後 越南跟大陸 在南海他又有衝突 所以必須要穩住越南這一塊 本來是不給台灣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給台灣任何一劑 台灣都會緩攻到底 你不必給台灣 台灣都會幫美國對抗大陸 現在的台灣就這樣 我們自己把自己逼到牆角嗎 所以 我今天要跟蔡總統這個團隊講 就是說 不是支持你的800多萬人 都同意你用非科學的方式 來殘害台灣人的性命 做到 那台灣人呢 因為 以今天來講 他會選擇相信這個 陳培哲院士 而不相信你這個團隊 那你們再看看陳培哲 現在落到什麼程度 不但出燈 所以我剛剛講 他這個團隊就是不但恐嚇媒體 會恐嚇人民 他會恐嚇人民 只要你跟他 意向不同 重難你是他的同志 他都對你追殺到底 所以整個疫苗的策略 你剛剛講說 哎呀200萬劑不包括 我說優生你是今天出來上班的 你 你不知道天真 我天真浪漫女俠 我每天就在胡農 為什麼 他跟你講 蘇貞昌講 有1000萬劑 有476萬劑 有500萬劑 我們買了總共 1976萬劑 好 說一說 今天說10萬劑 他們是 就是說 講了 可以當成笑話 所以你把他的話 拿來節目當 跟我們的網友 很慎重的報告 網友我告訴你 沒辦法幫你找 算對你不錯 我哪有很慎重的報告 我每一句都拿來吐槽 每一句都拿來頂他們 拜託 當成時鐘這個團隊 就是說每天 我們現在 兩點鐘 聽著我只在 算說今天十幾個人 為什麼 各位 稍等不會貪這檔債 所以我還是要借這個時段 跟各位北部的好朋友 你從南部上去的 我跟你講 我報告一下 台南是有187萬人 我是怎麼說 稍等不會貪這檔債 你看以雙北 現在爆發這種程度 真的你不要回來過節 就是說美宏佳節被失親了 我很清楚 可是端午節也是很重要的節日 但是這一次真的不要 因為南部留在這邊都是長輩 你看你死了 他說你年紀太老了 不然就說你太胖了 年輕人 他說你年輕人就是亂跑 他怎麼就是虧給我們 我們一條命死了 換到什麼 換到一個按叉叉叉叉叉叉叉 五個號碼 所以今天台南是你知道我們只剩下 我們的負壓病床 只有110床 那正常像今天 今天用掉40床 就等於可以用的只剩下70床 那專責病房 只有256間 就等於大概有580床 那今天用掉40床 就是說還有540床專責病房 那所以你如果一個爆發下來 像專北這樣 一天醫療量能就崩潰 一天就崩潰 那你就要了解說為什麼 他們也知道 這個他們掌控了 而且他們還有很多沒有塞的 所以為什麼他緊急會叫大家 退票不要回來 因為我們很清楚 我在南部很清楚 所以這一次就大家 在空中過節就可以了 那至於這個團隊 如果你們繼續選擇相信 那最後可能就是要 百姓付出生命的代價 來幫他們這些官員 臉銷尾 謝謝你們 以前睡比較有名 早點睡 早點睡得比較好啦 大概這個意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龍介先生